嗨,大家好,我是卫士李 这边我要介绍跟记录 在台湾的国民饮料 这边介绍的是原脆绿茶玉露 好,那这个原脆的绿茶玉露 印象中是在2022年那时候 就可以在办的超商或大卖场面 可以看到的踪迹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原脆的绿茶玉露 它使用的是这个云雾工法 也就是说它是把这个茶叶呢 那磨成细粉之后 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茶汤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喝到这个茶汤 释放这个茶叶细粉之后呢 那入口清香为韵甘甜 这样一个口感 那这个也是原脆 它一个特殊的制茶工法 那它这个茶叶采用的是 日本的玉露绿茶 这种茶叶的茶汤喝起来 会让人家有一种原润甘甜 这样一个口感 所以这个茶汤的滋味 喝起来基本上还蛮特别的 好,那它这边采用的是 反之百日本进口的茶叶 那它是无糖无香料 OK,让大家看一下 那这里有它的一个热量标识部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个封面的版型设计 看起来就很有那种日本风的感觉 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个那种日式茶杯 加一个那个倒茶的 加一个气聚 OK,那这是封面的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我觉得 其实设计的还不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好,那这边有介绍 这个玉露的日本绿茶呢 它的一个特色介绍 OK,那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品名跟成分 那成分来讲的话呢 就是水 绿茶,绿茶本身还有这个尖茶跟玉露绿茶 这两种茶叶 那再来就是这个抗氧化剂 还有抹茶小苏打 这些东西 那它是由这个太古可乐公司 所出品 然后委托给这个洪泉国际股份的公司 代工制造 好,那下面这边还有些相关的资讯呢 给大家好,参考一下 好,那我们看一下包装另外一侧 这跟我们刚才那个封面的版型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边 好,那这里也说 它摇摇茶就行了 所以要喝这个圆脆的玉露绿茶呢 基本上要先摇过以后 那这样才可以喝到它完整的味道 这边有它的营养标示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它每一份是295毫升 那这个包装也没有两份 糖盘量是0公克 OK,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那下面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资讯 二维条码 还有产品售价是新台币25元整 那这些东西呢 让大家看一下上面的文字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 这是茶罐的上方 OK,那茶罐的下方 好,那这次我们这个圆脆的绿茶玉露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圆脆的绿茶玉露 把它倒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茶汤的颜色 好,那我们把这个茶汤倒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这个茶汤呢 颜色看起来就像一般这种绿茶颜色 那看起来是蛮黄褐色的 好,那这个茶闻起来的骨 非常清香的玉露绿茶 加一个香味 那喝起来有骨非常香醇的 圆润甘甜的绿茶的口感 而且不会有像那种绿茶 有那种很清澀的那种感觉 那它这个云露功法 让茶汤喝起来有一种很扎实的感觉 好,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这个茶的 它一个茶汤的颜色 好,那这里我们就跟大家介绍 我们带后来这个圆脆的绿茶玉露 到这边 那我是威斯蒂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由太古可口可乐公司 所推出来的圆脆 相关宝乐品庄的茶饮 那它一共有这个乌龙茶 还有日式绿茶 跟这个铁观音 还有这个日式煎茶 跟这个绿茶玉露 还有这个西兰无糖红茶 跟蜜香无糖清茶 还有东方美人茶 这几款茶饮 OK,那之后呢 我们再为大家一一的做介绍 那这里先让大家好可以看一下 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